大家好,我是评头哥姐说 Adobe在今年5月份发布了AI智能修图技术 它的出现瞬间让我感觉其他AI修复技术是渣渣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PS里的AI修复非常傻瓜式 不管抠图去背景还是一间换背景 又或者凭空创造出能完美契合图片背景的技术 都是一件傻瓜式操作 没有其他AI技术那么繁杂 根本不需要什么提字器等等 依靠的是Adobe公司强大的人工智能算法 接下来我来教大家怎么去安装最新版PS 并使用它的AI技术 安装包我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栏或者置顶评论 下载好之后我们先解压安装包 进入后双击打开这个文件 这里需要等待一会 现在来到注册页面 我建议大家重新注册一个账号 最好不要使用你之前的账号 否则可能会出错呀 注册账号的邮箱可以随便写 甚至QQ邮箱都行 因为它不需要接收验证码 但密码这里一定要符合要求 大写字母加小写字母外加数字组合 填写好之后我们点击继续 姓氏和名字随便写 年月日的话只要满18岁就行 这里需要注意一下地区必须选择美国 不然使用不了 设置完点击完成 这里我要说明一下 千万不要打勾这个正版服务 不然后面会用不了 去掉打勾我们点击开始安装 角色这一栏我们随便写 安装过程大概需要5分钟左右 等待它完成即可 完成之后会自动跳转到这个界面 如果没有跳转 你可以点击任务栏的图标打开 我们关闭快速上手 现在点击左边的Beta应用程序 然后看到第一个Photoshop的测试版 点击右边的试用按钮 开始下载测试版软件 这个过程需要5分钟左右 完成之后会显示试用期倒计时 正常的情况下是7天 因为我之前使用了6天 所以这里显示还剩下一天 如果你现在要使用的话 可以直接点击这里的打开就行 但如果我们需要永久使用它怎么办呢 方法很简单 我们进入之前的安装包页面 双击打开这个软件 打开后点击Search按钮 这个时候软件会自动搜索 电脑里安装的PS程序 现在搜索出来之后 进行下一步 点击Patch按钮 接下来软件会自动操作 等待它完成即可 出现这个界面说明已经可以了 现在你能无限期使用最新版PS的AI技术 接下来我们点击开始菜单 在所有应用里 找到PS测试版这个软件打开它 由于我本期视频在虚拟机里录制的 所以没有硬件加速功能 很多技术用不了 如果你需要使用教程 网上有很多 大家都可以去搜搜看 很多人会问安装这个测试版会不会影响原来安装的PS软件 答案是不会的 原来的是什么样还是什么样 两者之间不会有影响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视频对你有帮助 请多多点赞 收藏和分享 以及关注我哦 感谢